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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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不是基本的不定積分了喔 需要 需要一些技巧 才有辦法解決的這個不定積分的問題 那第一種 第一個技巧叫做 它有一個通用的名詞 一般都把它叫做U代換法 U代換法 或者是說變數代換法 不過這裡有習慣的 大家都習慣講成U代換法 為什麼 因為它的 它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這個 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你把這個 你看到的題目裡面的某一部分 把它換成U 把它換成U 換成U 所以叫做U代換法 叫做U代換法 那什麼樣的問題可以這樣子做呢 什麼問題需要這樣子做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樣子看清楚 看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 你會看到 這是有兩個函數相乘 有沒有 兩個函數 這裡是一個函數 這裡又是一個函數 這是有兩個函數相乘 OK 兩個函數相乘 它相處也可以看成相乘 比如說像這個 這裡也可以看成相乘 是不是就X乘以這個 X平方加1分之1 這個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成相乘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要看到這個什麼 看到兩個函數相乘 這不定積分 然後你用基本的公式 還有線性性質 沒有辦法解決 那你可能就需要想到這個方法 想到這個方法 那你看 這裡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三個學期提過的 這個合成函數 有沒有 F'跟G這個函數的合成 是不是 這是指說F' 就F一接打函數 這個函數裡面的變數用G代進去 用G這個函數代進去 是不是 叫做合成嘛 叫做合成 OK 所以這裡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函數 因為它有兩個函數合成 然後再乘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這個函數剛好是G的什麼 大函數 G的一接打函數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用這個方法 一定U等於G 那一定可以做出來 一定可以做 所以又有人說 這是一個 這個叫做湊 湊出來的不定積分 湊分法 又有人這樣講 大碗 湊出來的 那你可能會說 老師 我根本看不出來 你給我一個題目 我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 它是符合這個形式的啊 那你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看到那種 嗯 不是基本的樣子 你就先想到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咧 這次有兩個函數相乘嘛 這絕對不是基本的形式嘛 這裡有一個十次方耶 是不是 如果這裡沒有十次方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乘進去嘛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基本的不定積 但是這裡有十次方 十次方你會想要把它乘開嗎 那 可能有人出來說 十次方還OK嘛 但是其實 我是不會的 如果 如果一個考試題目 有一個這樣 要我十次方展開 我可能 我可能不會做 你會做嗎 我是不會做 根本老師考試不會這樣扛 要你把它十次方展開 所以這個就是符合這個形式 那你可能會看不出來嘛 剛剛講的 沒有關係 你只要看到這個複雜的形式 你就想到這個 或者是說像這樣子 這個感覺沒有很複雜 但是這個不是基本的樣子 它不是基本的樣子 所以就要想到這個 想到這個 那怎麼做 它的做法是固定的 就是說 你看到的那個不定積分裡面 不定積分的那個問題 你要挑出來 有看到這個 有看到這個 你會說 阿老師我也看不出來 我 我 G這個函數 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看不出來啊 我也看不出來 那怎麼辦 那你就 看清楚了 你就看這個嘛 這裡 這裡 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函數 跟一個比較簡單的函數 像 所以像這個 像這一題 就很清楚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樣子 這個 這個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複雜的函數裡面 這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裡面又有一個 基本的樣子 X平方介物 所以這一題就是 令U等於X平方介物 就可以做出來 就可以做出來 齁 那 但是你令U 令U等於G這個函數以後 接下來你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要代換的 你看這個名字 代換 意思就是說什麼 原來的這個什麼 原來的不定積分裡面的變數 自變數是X 那現在我們要把它換成U 完全都沒有看到X了 完全都沒有看 那怎麼換 所以你要經過這一步 這一步 這一步 OK 要經過這一步 所以這裡你看 你看這裡會出現這個什麼 G G' 是不是 所以這個題目裡面 這裡有G' 是不是 所以G' 換成這一個 換成這一個 你會說 老師 這個題目裡面這裡還有DX 那怎麼辦 所以這裡請你 請你認識一下這一件 另外一個符號 這個四字 U對X的微分 等於G' G'這個函數 這個四字 可以寫成這樣子 看清楚 現在請你認識一下這樣的符號 這個符號 這件事情可以 這件事情可以得到這個 哦 可以得到這個 那你會說 老師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呢 這小D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上面這樣的符號 這個叫做D對 這叫U對X的微分 OK U對X的微分 這個符號 U對X的微分 U對X的微分 或者說U對X的微分 把那個委屈的省略 那個D省略掉 其實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D 這是有動作的 有動作的符號 運算符號 有動作 這個符號這什麼意思 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這個符號叫做 U的微分量 或者有人就直接講 U的微分 U的微分 聽清楚 U的微分 U的微分 你要講完整這樣 U的微分量 微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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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量你可以省略 所以這樣的符號 D小D這個 叫做 U的微分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下面這個符號叫 U對X微分 U對X的微分 這是U的微分 你好好喔 很清楚喔 啊 U的微分呢 就等於這樣子 你看到 等於這個 OK 所以比如說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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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等於X平方 OK 那 U的微分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這個 這個 U對X的微分 乘以什麼 DX這個符號 有沒有看到 所以現在你這個算出來 結果是 寫慢一點的 分解動作了 如果 如果 U等於X平方 那 U對X的微分 會等於 2X OK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底U 就 U的微分 就會等於 2X乘以什麼 DX OK 這就好像說 欸 你看到 從這裡到這裡 你可能說 欸 老師 那難道 莫非把這兩個看成相除嗎 這 DU除以什麼 DX嗎 要不然這個怎麼會乘過來 看起來就是乘過來的意思 就兩邊同時乘以DX 是不是 看起來好像 沒有錯 原來一開始 這個所謂的 什麼 講這個什麼 講這個微分 發展微分 這一件 這個概念的時候 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這樣的想法 他是 有一個數學家叫做 萊布尼茲的 他就是這樣的想法 他就這樣解釋 解釋這個所謂的 什麼叫做 微分微分 對不對 那牛頓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牛頓是用這個什麼 物理的方式來解釋 他因為 他因為要解決 回答這個什麼 物理上面 要解決物理上面的問題 就是那個 他那個什麼 運動定律上面的那個問題 速度加速的那個問題 牛頓也自己這個什麼 造出來 發明出來這個所謂的 微分這樣的運算 那萊布尼茲是另外一個人 他是從幾何 幾何的角度 幾何的角度 幾何啊 就圖形那種問題的角度 來這個什麼 解釋說 什麼叫做這個所謂的 微分 微分量 他只是他當時 他當時用的符號 他一開始用的符號 是這個符號 就是這個什麼呢 Delta Delta這個符號 所以他說什麼呢 Delta Y 除以這個什麼 Delta X Delta Y 就是 Y這個自變數 除以 Y這個變數 除以X這個變數 他們兩個的這個所謂的 很小很小的變化量 來相除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叫做很小很小的變化量 很小很小的變化 Y的很小很小的變化 X的很小很小的變化 X的很小很小的變化量 他的意思是說 這 如果你去看一個圖形 那這位是變成什麼意思 看一個函數的圖形 Y座標 Y座標的變化量 除以X座標的變化量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後來發展出來 這個所謂 斜率 斜率 你知道嗎 斜率就是 直線的斜率 就是兩點的那個什麼 Y座標的差距 除以什麼 X座標的差距 這個符號就是那樣的意思 Y座標的差距 除以X座標的差距 只是它是很小很小的那個什麼 變化量而已 就是那個差距是很小很小很小 小到什麼 小到最後快接近0的時候 小到越來越接近0的時候 那你怎麼解釋這件事情 本來是一個斜率嘛 是一條直線的斜率 那你當這個什麼 當這個差距越來越接近0的時候 那它會變 它還是一條直線嘛 你可以想想看 兩點 兩點決定一條什麼 直線吧 是不是 兩點決定一條 那你現在如果這個什麼 有一條這個什麼 有一條這個彎曲 有一條曲線 它現在有一點是固定 這一點比如說是固定的 固定的點 固定的點 那 那這一條線上面的其他的點 都 都會跟 跟這個固定的點 是不是可以形成一條直線 對不對 是不是形成一條直線 對不對 是不是形成一條直線 那直線就有斜率啊 Y座標的差距 除以X座標的差距嘛 Y座標的差距嘛 是不是兩點 Y1-Y2 除以什麼 X1-X2 就是斜率啊 直線的斜率嘛 來不理之說 欸 那當 當這個點 這個可以移動的點 越來越接近這一點的時候 那怎麼辦 斜率這個時候變成什麼意思 如果這一點比如說 跑到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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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來越接近這一點的時候 那那條直線畫出來是什麼樣 一加全部連起來 你還可以畫嘛 還可以畫 在這裡的時候你還可以畫 當 兩點 越 當那個什麼 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那個固定的點的時候 這時候你畫出直線是什麼意思 怎麼畫 越來越接近 你是什麼解釋血律這一件事情 這是萊布里斯當初他發展這個所謂微分學的時候 把一個很基本的這個想法 然後他就創造出這樣的符號 創造出這樣的符號 有糖 創造出這樣的符號 然後後來又變成這個什麼 後來又變成這樣的符號 D 小D這個符號 他叫做 就有那個名字是不是這樣 微分 Differential H Differential 名詞很多 這兩英文字的差別 他變成這樣的數學符號 OK 這是他的由來 他的由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符號 現在你就直接把它記起來 就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就寫成這樣子或者寫成這樣子 都同樣的意思 所以 U等X平方 那你可以說 U對X的微分是2乘以X 你可以說 U的微分是2X乘以什麼 DX OK DX就是X的微分量 X的微分量 所以同樣的 你換成Y來寫一樣 你說Y等於這個什麼 X平方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說 DY就等於2X乘以什麼 DX OK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什麼 或者是說你換成T 函數的自變數 T也是一樣 你說 U等於這個什麼 T的3次方 那你的底U 就會變成 3T平方 乘以底T 就變這樣 U等於T的3次方 那就是 U對T的微分 就等於3T平方 3乘以T平方 微分公式 OK 那現在anyway 現在請你把 這個 取起來 這樣的符號 這指令到 你可以看成是一個符號改寫 你要寫這樣 或是寫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需要寫這樣子 就是 令U等於G這個函數 你會得到 U對X的微分是等於這樣 或者是說 DU就等於這樣子 看清楚 那現在 那個不定積分 那個形式的不定積分 我們就用這兩個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跟著 跟這個式子 帶進去 帶進來這個 就可以把這個函數 變成 就可以把這個不定積分 把這個不定積分 變成這樣子 你看清楚 這個G 換成U嘛 是不是 G換成U 外面沒有動 F'沒有動 這裡 G' G的一階打籃數 乘以DX 有沒有看到 G的一階打籃數 乘以DX 就等於DU 等於DU 這樣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為什麼 從這裡為什麼可以得到這個 因為這是一階打籃數 微分以後 微分以後的樣子是這樣子 還沒有微分之前就是這樣 是不是 微分以後是 一階打籃數 所以你積分回去 就變成原來的F 加C 就這樣子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這個 也就是 F跟G的合成 F跟G的合成 這樣的一個做法 叫做 U 代換法 大家可以用來解決 像這樣子的這個什麼的 固定積分 像這樣 比如說這一題 或者是說這一題 那這樣的問題就很多了 它的變化就很多了 就是我可以把前面那個 基本的公式 通通拿來套進去 這個來做一次 隨便 這樣的法 這個法 叫做U代換法 你一定要會了 你一定要會了 OK 好了 像這樣的問題 就需要利用U代換法 這兩個因素相乘 兩個因素相乘 沒有辦法用基本的那個 這個 公式來解決 就是 那你就想到 做代換 叫做U代換法 所以 這個問題 你看看 兩個因素相乘 這個比較複雜 這個複雜的函數裡面 又有函數 是X平方解五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你就試著這樣子來代換 你就定什麼呢 OK 令U等於X平方解五 OK 那接下來 你就會得到 你馬上做這個 U對X為分 它就套進去為分公式嘛 它就是2X乘以什麼 欸 就2X 對不對 就2X 然後 這個複雜改寫成這樣子 改寫成這樣 這樣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把這兩個複雜 帶進去 你就得到 物 你可以得到這樣 你可以得到 原來的積分 我們叫做原來的積分 原式 原來這個複雜 就會等於 就變成這樣 是不是 這裡換成U嘛 所以U的十字方 然後這裡是2X乘以DX 這是乘嘛 我們前面一開始介紹這個 不定金分符號的這個 2X乘以DX 所以這裡剛好有2X乘以什麼 DX 有沒有 所以剛好變成這樣 2X乘以DX 是變成DU 這裡是U的十字方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基本的公式了 就變成十字方的積分 十字方的積分就變成什麼了呢 你就會得到 你就會得到 對啦 尺寸的積分就變成11次嘛 所以前面又乘以11分之1 然後加 C 出了 這樣搭就有啦 就等到這個 U是X平方解5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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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又有人說這個是用湊出來的不定金分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說湊出來的不定金分 U代換法的過程 那它可以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寫法 最好的 那種刑法你可能就會感覺 它有在湊 把那個答案湊出來的感覺 看看喔 我寫一下 你看看喔 螢幕是這樣子嘛 好 對我起來 螢幕是這個 沒有2 那我這樣寫喔 你看喔 2X乘以什麼 2X乘以DX 你就湊一下 你把它湊出來 2X 乘以DX 它剛好是X平方的微分 是不是 X平方對X微分 是不是 2X 就這裡 所以我們就把它反 反回去 把它 我們要湊出這個 所謂的 那個答案 這個答案 2X乘以DX 就寫成這樣 D X平方的微分 的秘案 你看 2X 整理DX 就變成X平方的微分 再來 再來怎麼湊 你看 這裡有一個X平方解5 這裡才X平方而已 那怎麼辦 又把它解5 那你會說老師 可以嗎 你可以微分分解5嗎 這裡是一個 這裡是一個 微分這樣的符號 這有這個微分的動作 常數微分等於什麼 常數微分等於多少 常數微分等於多少 0 所以 X平方的微分 跟X平方解5的微分 是什麼 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個 可以寫成 X平方解5 OK 從這裡等於這裡 是因為常數的微分等於什麼 0 OK 所以X平方的微分 跟X平方解5的微分 是一樣的 OK 那你是不是湊出來這個答案 這就相當於U 這就相當於十次方的積分 當你把這個想成U的時候 它變成U的十次方的積分 它後面是底U的 是不是在這裡 OK 比如這個 你就湊出來這個形式 有吧 這個 這個 就是等於這個 你會看到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 這裡你就可以寫出這個答案 寫出這個答案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樣的寫法是 比較一氣呵成的 一氣呵成的 所以說這樣的寫法 又有人說它是用湊 它去湊出那個答案 去倒出來 湊出來 你可以學學看 不過一開始可能是 這樣子會 比較不會 弄作 接下來就真的來看這個 這個 U代換法的這個 例題 像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 不定積分 那你就去想 你就是想說 我現在是要什麼 我現在要定一個人 你要想到這個 積分公式 看到這樣的問題 你要想到這個 積分公式 那你就去想 那 這個形式要怎麼變成這個 那我們就定什麼 你就要做代換 那代換的原則是什麼 代換的原則是 你看到這個問題裡面 你應該是想 你應該把它看成什麼 有兩個函數相乘 你要把它看成有兩個函數相乘 這也是相乎嘛 相乘跟相乎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x除以這個 你可以看成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成是x乘以這個函數 那你想一想吧 這兩個函數哪一個比較複雜 這個比較複雜 這個是基本的函數 這個是基本的函數 所以呢 我們就定什麼 u等於x0加 那可不可以做出來呢 可不可以做出來 你要看底下這個 接下來你要知道什麼 可不可以做出來 接下來你要知道什麼 你要把它算一下嘛 微分嘛 是不是 就是說 u對x的微分等於什麼 2x 2x 是不是 這個事實就是相當於這樣子 用這個小d的符號來寫 就相當於這樣子 做到這裡以後 你就抬頭看看原來的題目 你看嘛 是不是 這是 原來題目裡面是x乘以這個函數 好 那現在x 現在這個地方呢 就這個嘛 x0加5 你換成u 所以你會出現一個什麼呢 根號u分之1嘛 對不對 這裡就有一個根號u分之1 那剩下這裡有一個x 然後再乘以這個什麼 比x 那你會看到 這裡剛好就有 這裡 是不是 這裡剛好就是x乘以比x 那你說 老師這裡多了一個 這裡多乘以一個2怎麼辦 多乘以一個2 那你就兩邊同時乘什麼 2分之1 是不是 所以就得到這個結果 這樣 就得到這個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什麼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 這兩個四隻 這兩個四隻 帶進去以後 你就會看到原來的這個 原來的題目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就變成 好了 你就得到 原來的題目 原式 就會等於 ok 等於 看看喔 剛剛說的有一個 根號u分之1 然後這個 x乘以dx 這個x乘以dx 就是2分之1乘以du 是不是 就是相乘喔 就是相乘 所以就代換掉 多一個2分之1 好 2分之1寫在外面 寫在前面 就變這樣 所以這個就變成什麼 基本的這個 不定積分的形式 根號u分之1就是2 就是u的2分之1次嘛 是不是 根號u分之1 就是 負2分之1次 負2分之1 算分母嘛 負2分之1次 所以你套進去這個 u的r次方 那個積分公司 現在r次等於負2分之1 所以r加1是等於多少 所以 就是負2分之1次 負2分之1次的積分就是什麼 負2分之1加1變成多少 變2分之1 所以前面要乘以2分之1倒過來 2分之1倒過來就2 是不是 他原來又乘一個什麼 原來有乘一個2分之1 OK 加一個未定的長數 這樣 OK 這樣 所以你們看到 他就變成 2分之1乘2是1嘛 然後u的2分之1是吧 也就是根號u 是不是 加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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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寫回去 原來的這個什麼 原來的這個什麼 原來的樣子 u是等於x平方加5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應該寫成這樣 OK 這樣 喔 這是最後的答案 這樣的一個過程叫做 u代換法 好嘞 這一集跟剛剛那個是類似的 我們只是把這個什麼 函數換一下而已 你要講這個 呃 這只是換它而已 不換樣 是不是 剛剛看到那個是什麼 剛剛看到那個是 密函數的樣子 這個什麼 u的r之方那個形式 現在是換成什麼 三角函數 這個有一個余顯函數 是不是 那你就一樣啊 看啊 這又是兩個函數相乘 是不是 有點函數 它哪一個比較複雜 這一個嘛 對不對 這一個比較複雜嘛 它不是簡單的cos 它是 裡面是有一個x平方加3 所以這其實就已經在暗示你了 你應該 令u等於什麼呢 令u等於x平方加3 OK 那接下來 你又看一下底u 看一下底u 那從現在開始 我要省略這個 我要省略剛剛這個步驟 我剛剛不是就寫一個 你沒有 我每次都寫這樣子 先看u對x的微分 然後再來 改寫成底u的樣子 現在我要直接寫了 就得到 底u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 x平方對x微分 x平方對x微分 是不是 不是 2x 對不對 2x嘛 我們就得到 它會是2x乘以什麼 dx OK 然後再來你又看到 這裡是x而已啊 但是這裡是什麼 多乘了一個2 所以一樣像剛剛那個動作 你用兩邊同時乘什麼 2分之1 對不對 你就得到這個 所以呢 就是變 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帶進去 就會看到 就會看到 就得到 原來的式子 原來的式子就會等於什麼樣子 就會等於 這樣 就2分之1嘛 好 是不是 然後就 純粹就變成cos u 然後乘以1 變成一個很基本的積分 cos的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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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什麼呢 cos 然後乘以1 2分之1 然後再把u寫回去呢 寫回去 X 原來的樣子 X頂方加3 所以你會得到 答案就是這樣 對 你會得到答案是這樣 OK 再來這一集呢 一樣喔 把函數換成什麼 換 換成自然指數 所以你看 一樣你看看喔 這有兩個函數相乘喔 那你想想看 哪一個比較複雜 當然是這個比較複雜 是不是 這個自然指數裡面 又有這個什麼 密函數的樣子 所以呢 你就這樣 它就暗示你 你要做這個代換 你要令 令u等於什麼呢 根號X u等於根號X的話 底u會等於什麼樣子 那你就去看吧 u等於根號X 那 u對X的微分 對不對 就X的2分之1次嘛 2分之1次的微分是什麼 2分之1 然後 變成 變成-2分之1次嘛 是不是 所以 可以寫成這樣 是不是啊 這樣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換成這個符號的話 它就等於這樣 ok 這樣 那你看呢 好這時候你抬頭看看 你就看原來的題目了 這裡還成一個3有沒有 沒有 這是 根號X分之1嘛 這 變成有一個3 根號X分之1 然後 乘以這個自然指數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裡是 有3分之1 乘以根號X分之1嘛 那這裡是2分之1嘛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錯啊 反正這裡要錯出 這裡要 變成3分之1嘛 所以就兩邊同時 什麼 同時 乘以多少 乘以3分之2嘛 是不是 3分之2乘以2分之1 是不是變成3分之1 所以兩邊同時乘以3分之2 那你看這裡乘以3分之2 是不是變成這樣 這樣吧 這樣吧 是不是 這乘3分之2 所以3分之2乘以2分之1 這樣 OK 所以這時候 看到那個題目變成什麼樣子 你就會看到原來的 題目變成這樣子 得到 什麼樣子 代換進去嘛 有3分之2喔 所以 3分之2 然後 就變成這個自然指數啊 很基本的這個自然指數 這裡換成u嘛 對不對 這裡換成u啊 所以 所以結果呢 結果呢 這很基本的基本 自然指數的基本 還是自然指數 成為一個3分之2 就變成這樣 OK OK 然後再把u寫回去 再來換自然對數啦 換自然對數 換自然對數 x的自然對數除以x 那裡 這兩個函數的形式 你說啦 畢野公公老師 啊呢 我現在要做什麼代換 這個好像有差不多啊 是不是 這個是基本的函數啊 就是呢 它不是密函數而已 啊 底下這個是基本的函數啊 那你說 要做什麼代換 因為不像剛剛說 剛剛這一集 這很明顯 這裡面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函數 這個 一個自然組織的樣子 結果裡面又有一個密函數 所以這不是基本的函數嗎 基本的應該是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呢 就是 想到就令u等於什麼 根號x 剛剛那一集 那現在這個怎麼辦 怎麼辦 好 有時候我們會 有時候我們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兩個感覺 兩個函數感覺 都差不多 那怎麼辦呢 你就二選一啊 令u等於這個 或者令u等於這個 那你想想幹嘛 你令u等於這個有意義嗎 令u等於x 你只是把原來的題目裡面的變數 從x變成u而已啊 你令u等於x 你只是 你只是把原來的題目改寫成這樣子而已 是不是 那有沒有變 沒有啊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意思嗎 我們前面有提過啊 不定積分裡面的這個變數呢 這個英文字母 這個變數它是亞八的A到 它是亞變數 你寫成這樣子 跟寫成這樣子 換成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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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思是一樣的喔 對 換成T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也跟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怎麼辦 這個就是 這題就是 你整是 你剩下這個選擇 你就令u等於什麼呢 OK 令u等於x的自然對數 然後再來一樣 你馬上算什麼 馬上算底u 那底u就會等於 好吧 那這個對x為分呢 基本的為分公司 尚絕情提到 這個對x為分是x分之1 那現在換成底u的符號 所以這裡要乘一個底x OK 你會看到 這兩個式子帶進去 是不是剛剛好 對不對 這裡 x自然對數換成u嘛 然後剩下一個x分之1 乘以底x 然後就變成 變成底u 所以你會得到 OK 你會得到原來這個不定積分 就變成 變成 變成這個形式 是不是 變 變成u的一次方嘛 這裡是u嘛 對 那x分之1乘以底x就底u 所以變成u的一次方 那一次方的積分 就有答案嘛 一次方的積分 2分之1 就是2次嘛 前面乘以二分之1 加d OK 對不對 好 那把它寫回去原來的樣子 呢 寫回去原來的樣子 你會得到答案是這樣子 而且請你這個符號要注意喔 這個符號先 寫法是 注意要注意 你不要光寫這樣子喔 你不要寫這樣子 寫這樣子 寫這樣子 跟那個意思是不一樣的喔 你應該怎樣 這裡應該要什麼 這裡應該有一個括號 你要這樣子 OK 像這樣 喔 像這樣 你千萬不能再講一次 你 寫這樣子 寫這樣子的話 寫這樣子的話 一般都會 認為是這樣的符號 一般都會認為是這一件事情 這件事 是不是 一般會認為是這個 這個 這個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是什麼意思 這跟三角函數一樣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 3x 的平方 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兩個3x 相乘 3x 又乘以3x 就這樣子 3x 的整個平方 OK 那我們只是剪寫成這樣子 OK 齁 所以請你要注意這樣 這個符號寫完 你不要寫這樣子喔 這樣 在考試的時候寫這樣子 我會扣分喔 可能扣一半 會不會還會扣更多 因為意義不一樣